从第17周开始,教学内容中每周包含一篇生字文,幼儿园共有16篇生字文。 生字文的中心思想与当周主题相关,而文末的提问则帮助老师将教学内容导入到更深入的主题学习。 生字文具有一大明显特征,文章的编写所使用的字词都是学生已经学过和正在学习的,所以生字文是一篇学生能够独立阅读的短文。 不同于读本的学习目标,生字文是为了学习和复习生字词而专门撰写的。 生字文为学生提供了适合其语言程度的组词和造句范本,来帮助学生发展书写及写作能力。 也因为生字文的特征,老师和学生可以拿生字文作为独立阅读的练习材料,锻炼阅读的通顺度和理解能力。 幼儿园的生字文是以海报的方式呈现,以便大足教学时使用。 生字文亦可在课堂练习册每周第一页的部分找。